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之转移力道 反击到对方自身的武学 五代之末的慕容世家 出了一位名叫慕容龙城的少侠 年纪轻轻就凭借独创的以彼之道环石彼身的绝技纵横江湖 一时间声名在外 他牢记祖训广接江湖英雄好汉 试图复兴自己的燕国 奈何时不我语 复国的美梦被宋太祖赵匡应抢先登基 最后不得志郁郁而终 晚年总结彼生所学传于后世 尤其是斗转心仪的武学绝技 被慕容世家世代相传 天龙里的慕容伯以及慕容傅都是斗转心仪的继承者 我们来看这门绝技 斗转心仪是借力打力 所以首先得有能力接住对方的力 如果对方打过来的力超出自身的承载 接不住对方的力道如何反弹呢 而斗转心仪这门神功 关键看这个斗 这个读音可不是念四声斗 说明它不是打斗的斗 而是三声斗 斗是一种成武之气 在这里就是成对方的力 而一旦对方的力大于斗的容量 斗也就产生不了作用 没有了斗如何心仪呢 天下任何武功任你拳脚剑法出神入化 没有内力也是无济于事 所谓的斗转心仪也是如此 斗就是内力 只有内力越高 斗才能越大 由此才能将斗转心仪的武学发挥到最高境界 天龙里扫地僧将降龙十八掌 与斗转心仪的双重力道化于无形 没有高深莫测的内力 仅凭一己之力 肉身是慢慢做不到的 但天下武功都有自身缺陷 就像横家武学都有其一触祭死的赵门 姑苏慕容的斗转心仪也不例外 她是借力打力 只要对方先发出力才能将其反弹 也就是自身无法抢先出手 也可以说 是一门重点在于防御的武功绝学 不能主动攻击 是斗转心仪的天生短板 实战时 纵然堪称绝技也只能处于被动状态 而这个特点也导致了天龙八部 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要知道 慕容世家的斗转心仪 借力打力 借的是有形之力 这门武功借力打力 对敌之时 不论对方释出何种功夫来 都能将之转移力道 反击到对方自身 比如 善于锁喉枪的敌人 挺枪去刺慕容世的咽喉 给他斗转心仪一转 这一枪便刺入了自己的咽喉 善用断臂刀的 挥刀砍出 却砍上了自己的手臂 事后大家一验尸 发现 凡是跟慕容对战之人 都死在自己的绝招之下 所用禁令法门 全是出于他本门的密传诀窍 兵器便是这件兵器 招数便是这起招数 而且出手的人武功越高 死法越是巧妙 于是武林传言 天下各门各派的绝技 姑苏慕容世无一不会 无一不惊 姑苏慕容世 从此有了 以彼之道 还师彼身的名头 但斗转心仪 对于大理的六脉神剑 却是束手无策 这也是慕容伯 精心潜伏少林 偷盗少林的七十二绝技 让吐蕃国师旧魔智 换取大理六脉神剑的 真实意图 年少的慕容伯 曾以一招大理金刚指 让晚年的黄梅僧 想起来仍然是心有余悸 可见内力已达一定火候 天龙里慕容伯 是天龙四绝之一 已是上乘高手 只是意识到了 自家武功存在的缺陷 难以对抗大理的六脉神剑 恐有碍于自己的复国美梦 于是利用痴迷武学的旧魔智 来达到自己 一时二鸟的阴谋 其一可以挑起大理与吐蕃的矛盾 其二可以获取大理的六脉神剑 慕容伯的武功 主要来自家传的武学 其次应该也有曼陀山的狼环欲动 逍遥派李秋水的女儿 王夫人是慕容父的旧妈 而慕容世家与之联姻 尽管书中没有交代 背后的目的 应该也是看上 曼陀山的大量武功秘籍 天龙中 说谋划心夫燕国的是慕容伯 他以诈死之手段 暗中制造各国摩擦 经营生意筹资军饷 纠结各方江湖人士 组建富国队伍 儿子慕容父口中喊的心腹大烟 只不过是为他遮掩的一个幌子 儿子有几斤几两 他能不知道吗 目的是让江湖放松对慕容家的戒备 以便暗中行事成就大业 慕容父从小习武 有自家深河庄的环石水阁 也有曼陀山的狼环欲动 不过富国遗讯远远大于武功修炼 而慕容伯既然以牺牲儿子 作为蒙蔽江湖的幌子 那么在传授的武功上 自然不能强大 应该是仅仅高于行走江湖的水平 天龙里 慕容父出了斗转心仪的绝技 拳脚内力可谓稀疏平常 几次实战都是表妹从旁指点 方才侥幸获胜 而慕容父的内力也仅仅是一般水平 玲珑齐局前 因无法抵抗走火入魔 差点挥刀自尽 上面已经说了 斗转心仪发挥的最高境界 需要强大内力的支撑 而纵观慕容父的战绩是无法达到这个水平 即使达到慕容伯 或者是先祖慕容龙城的水平 因武学存在的天生缺陷 也仅仅是最高的防御罢了 如果断玉的六脉神剑练到成熟水平 任你慕容的斗转心仪再出神入化 再高的防御能力 也会被无形的剑气穿透 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如果慕容伯把斗转心仪练到最高境界 武功会有多高呢 在天龙八部中 我们无法得到这个答案 但是在《倚天屠龙记》中 有一门与斗转心仪类似的武功 乾坤大挪移 这门武功就需要极为深厚的内力 才能练到第七层 否则就像小孩武大锤一样 一不小心就会伤到自己 名叫前任教主杨鼎天 已是天下一流高手 但他也只能勉强练到第四层 在冲击第五层时 一不小心就走火入魔了 这门神功与斗转心仪 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无忌将乾坤大挪移 练到了最高境界 他的战力又如何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 张无忌有九阳神功在身上 内力深厚无比 所以才能练成乾坤大挪移 那么反过来 那么慕容伯能将斗转心仪 练到最高境界 他的内力肯定也是很强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 张无忌学会乾坤大挪移之后 有多强 但值得一提的是 张无忌在和少林四大神僧之一的 空性搏斗时 空性使出了一套三身六路龙招手 威力惊人 打得张无忌一上来 没有还手之力 但是紧接着 张无忌却立刻学会 并且以龙招手对敌 反而用心学的龙招手 打败了空性几十年的龙招手 使得空性大为吃惊 难道乾坤大挪移 也有抖转心仪的能力 能够学会对方的武功 其实倒并非如此 要不然在武当派中 张无忌为啥记不住 张三丰传授的太极拳呢 实际上 龙招手是张无忌 靠脑子硬生生记下来的 而不是靠的乾坤大挪移神功 而乾坤大挪移神功 真正的厉害之处 在名叫万安寺 营救六大派的时候 才显现出来 火烧万安寺 六大派群雄 在高楼之上束手无策 而张无忌则是让他们跳下来 自己会接住他们 武当七侠很相信张无忌 因此二话不说 跳了下来 张无忌以乾坤大挪移神功 接住他们 并且将跳下来的尽力 卸在地面之上 要知道 高空坠人基本上是必死无疑 而乾坤大挪移神功 则是能够转移卸载劲道 可见的确厉害 这样对方的劲道 都被卸在地上 自己当然不会受伤了 张无忌无论实战如何 一身神功 却得到了张三丰的认可 那么同理也是 如果慕容伯 能达到斗转心仪最高层 他的武功最起码 能和张无忌打个平手 或许武功略次一些 也就比张无忌低一点而已 只可惜的是 慕容父与他爹慕容伯一样 都是慕容世家 富国美梦的牺牲品 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的损害他人利益 心术不正的话 武功的境界就难以企及 无论席文还是恋武 就像扫地僧所言 只要心底善良 怀慈悲之念 才能抵达强大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